歡迎大家來到泰山自主 天氣仍然很熱 於是我想教大家做多一個涼麵 不過今次就是一個西式涼麵 就是一個番茄凍康涼麵 好像挺正的 怎樣做?馬上開始吧 做這個番茄涼麵其實很簡單 首先你一定要有一個blender 即是攪拌機或者手握的攪拌機也可以 材料方面我們就有這個 撕掉皮的番茄 這個撕掉皮的番茄 究竟怎樣做呢?馬上看看 記住要用一些非常熟的番茄 我就叫它熟到爛 例如你去到超級市場或者街市 你看到一些軟身的軟身 甚至乎表面有點爛爛的 我也覺得可以 因為它外面很爛 但裡面仍然是非常OK的 好了,將這個番茄剝皮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攪拌機裡面 小心點,因為有很多水 好,接著呢 我們就要放這個青瓜片 神祖已經是批了 不要看它好像很多 其實是半折青瓜 好,接著呢 我們就有這個蒜頭 還有這個墨西瓜辣椒 當然,這個墨西瓜辣椒 就是我的出品 自己種出來的墨西瓜辣椒 非常棒 這個蒜頭呢 已經是切開了 我們中間就一定不可以要的 因為呢 中間那個部分呢 我聽我的法國大廚教我呢 就是 它會令到別人放屁的 No good 好了,放下去先 那放這個墨西瓜辣椒 就會辣辣的 調一調味 然後呢 你就要放一點點醋 我呢 就選了這個蘋果醋 那你呢 也可以選 比如說 Cherry vinegar Balsamic呢 我就不一般的 因為呢 我覺得那個顏色呢 會令到那個湯 不太美 先加一點點 好 那然後呢 我們要加一點點 這個 Olive Oil 你可以加 Extra Virgin Olive Oil 但是我就不一般的 我就普通的Olive Oil 就OK 因為呢 Extra Virgin Olive Oil 我覺得是 味道太濃 那個橄欖味呢 會搶了那個湯味 所以呢 我就用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油 倒少許下去 先倒少許下去 接著呢 將它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這個湯呢 其實你起碼 要在這個攪拌機 是攪拌大約兩分鐘左右的 因為我們想呢 那些材料呢 打到爛一爛 好了 打到差不多兩分鐘呢 那我們就 開一開啦 然後呢 我們就要加一點點鹽 再加點糖 如果呢 如果呢 你在外國做這個 蕃茄凍湯底的話呢 那些蕃茄是很不同的 都會甜一點的 但是不知道 總是呢 在香港 吃到的蕃茄呢 除非你是外國入口那些 普通那些蕃茄 真的沒有蕃茄味 而且又是不甜的 這個就一定的了 如果你真的想吃 好美好正的蕃茄呢 要是吃入口課 要是呢 就偷雞了 要加一點點糖了 沒有辦法 OK 再打 好了 當然要先試一試味 嗯 差一點點鹽 多一點點醋 先 我呢 最喜歡吃一些酸一點 醒悶一點 尤其呢 天氣這麼熱呢 我覺得酸一點是很好吃一點的 其實味道呢 你一定要不停地自己試 試到合你自己喜歡的味道為止 材料呢 就是那幾樣了 但是呢 味道究竟 是怎樣的呢 是否適合你口味呢 你自己才知道 OK 好 先試一下味 嗯 very good OK 接著呢 你就可以將這個蕃茄的汁 放去雪櫃 起碼呢 雪它兩個小時 凍掉之後呢 你就可以用來拌 一個煮好的意粉 然後呢 再加一個呢 我自己很喜歡的 這個呢 就是製成品 就這樣煎熟的蕃茄 嘩 多漂亮 我很喜歡 這個 那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煎好了這個蕃茄 將這個煮熟了的意粉 和這個凍湯混在一起 放回這個蕃茄上去 哇 完美 這個夏天呢 最適合吃一些冷麵的啦 OK 如果喜歡的話呢 記得跟著來做啦 還有 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Thank you 嘗嘗 到底 只好 但是 請 一口 嘗 一口 一口